哈利和梅根掀起的风雨到现在还没平息 美国前总统川普16号就被媒体问到 如果哈利王子的太太梅根要出来 搅逐2024年的白宫大位 她的反应会是什么呢 川普说如果梅根真的要参选 那她也要再批战袍出征 因为她认为如果两个人大罪决的话 川普认为自己的胜算比较大 哈利梅根专访风波持续延烧 外界盛传 梅根借此为未来参选美国总统铺路 这听在大选失利的川普而立 却是天大好消息 川普再次重申 自己不是梅根的粉丝 但希望他能像传闻所说 参加2024总统大选 川普似乎认为 如果对手是梅根 大大增加自己的胜算 而梅根同父异母姐姐 近日更大胆预言 哈利梅根婚姻会走向离婚 梅根姐姐语出惊人 说他们需要接受婚姻辅导 还提到两人感情早就因此受到影响 而梅根在专访中还先扫骚凯特窗疤 反观梅根和哈利 2016年7月首度约会后 对他的报道却是充满歧视字眼 让梅根相当不满 直说媒体对凯特只是粗鲁 对自己却是种族歧视 不过难听绰号再度被挖出来 恐怕让凯特相当尴尬 记者叶利伟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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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